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4年3月11号 周一晚上的6点55分 今天的四大指数是三跌一涨 罗素领跌 纳指这边也因为半导体的下滑 是继续走软 今天的节目 咱们简单看经济数据 然后更多的和大家来说到几只个股 包括最近缺电的话题是挺热烈的 咱们看一下缺电到底哪些行业会受益 另外缺电哪个ETF现在会存在一些机会 另外今天像什么涨电价 TSM这边大跌 到底哪里才是更好的一个长线机会 还有像七巨头里边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组数据 来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 谷歌这边到底扛不扛揍 它到底有没有潜力 另外像什么Meta 今天也是跳水来到了关键价格 给大家是一并说到 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整个的经济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 就是关于纽约的二月的调查 纽约联储的二维调查是关于通胀 还有家庭的一些预期的一系列的调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整个的二月的调查显示 短期消费者预期通胀仍然较低 但是长期的指标从多年的低点开始反弹 似乎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通胀的迹象 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维持在3%不变 仍然是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那么也是接近这个系列指数 20年前的平均水平2.8% 2014年8月到2021年2月期间 这个指标从来没有升过3%以上 但是未来三年的通胀预期 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是从2.4%一下蹦到了2.7% 仍旧低于20年之前的平均值2.9% 5年的通胀预期 居然也从2.5蹦到了2.9% 回到了这个系列区间的上限 2%到3%的上限 3%很接近了 已经是2.9了 另外在其他的调查方面 2月份的预期房价的涨幅 与之前持平是3% 2月预计未来一年租金下降 0.3个百分点到6.1% 这个是自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读数 这是属于调查的结果 但是给大家看一张图表 好像民众的调查预期和现实不太相符 大家认为租金可能还会下降的比较多 但现在显示全美各地的租金 都在拐头向上 消费者似乎很错误的认为 租金会大幅下降 也不知道大家现在生活在平常的里边 比方说你当房东的 租房子 或者你现在出租房子 或者是你当房客的去找房子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到底这一块现在的涨价幅度 是越来越快了 还是涨幅正在放缓 因为现在整个通胀里边的 服务业的 关于住房这一块 租金这一块的通胀是比较高的 也是一直拖着PCE下不来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一块 所以看一看 未来几个月到底是市场认为的 信心上会下降的 还是真实的又开始上涨 因为现在的远期通胀3到5年 这边涨得还比较快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迹象 另外我们还看到纽约联储 还有几项其他的调查 也值得一看 关于家庭的 家庭的收入预期增长 中位数保持不变 是3.1% 是自2023年1月以来 这个系列指数 一直是在2.9到3.3之间的 范围波动 没有超出去 但仍旧是高于2020年2月 大流行前2.7%的水平 另外像家庭支出的增长 预期中位数 是上升了0.2个百分点到了5.2% 这个增长的调查对象 主要是由高中或以下学历的受访者 推动的 另外对家庭当前财务的状况的看法 是有所恶化 报告说家庭财务状况 比一年前有所改善的受访者人数 有所减少 对于未来一年的预期也有所恶化 预计一年后 净况会更好的受访者比例也开始下降 预计未来一年的净况会更糟糕的 受访者比例开始升高 那么从现在开始对于股市的看法 是认为12个月后 美国股市上涨的增加了14个百分点 达到了38点 1.4个百分点达到了38.9% 仍旧是看涨股市 好 这个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 关于这个基本面的一些数据 然后想和大家来讲一讲关于七巨头 今天正好也看到了新闻媒体上 也做了比较好的一个数据总结 很能够反映现在整体这七个大公司 他们现在市价和他们未来的盈利状况 以及和历史的一个横向对比 咱们来看一看这七巨头里边 到底他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交易价位 不然的话咱们老靠感觉来说 觉得好还是不好 其实不够客观 好 我把这个表格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第一张表格 从我们在数据分析一家公司 它的性价比的时候 经常会拿出一些数据 最常用的就是前瞻12个月的市盈率 就是你可以去 因为交易的是预期 你认为它在未来的12个月的盈利状况如何 和市价的对比到底高还是不高 对吧 我们市盈率的就算方法有很多种 有前瞻市盈率 有当前的市盈率 有滚动市盈率 还有年度的财年的前瞻市盈率等等 这里使用的是前瞻12个月的市盈率 它的计算方法就是用股价市价去除以 分析师未来12个月的共识盈利预测 那么它这个表格的截止时间 是在上个周五的收盘的位置 所以我们以这个价格来和大家做一下解释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表格上 列出了现在的前瞻12个月的市盈率 列出了在过去三年的平均前瞻12个月市盈率 过去五年的平均12个月的前瞻市盈率 和过去10年的平均12个月的前瞻市盈率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的前瞻12个月和过去的三五和十年对比 到底价格高还是不高 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数据 是由这个FactSet这边提供的 目前的7巨头的前瞻12个月的市盈率 和历史平均市盈率 前瞻市盈率比起来 你会发现微软苹果还有标普500指数的交易价格 都是远高于其10年的平均这个前瞻市盈率的 就是10年的前瞻就是最后一列最后一列 那么这里边能看到很显然的 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交易高位 这里边的谷歌它的股价是低于10年平均水平的5家公司之一 当然还有别的也低 一共是5家公司 但是只有谷歌的交易价格低于所有的3年5年和10年的 平均前瞻12个月市盈率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对吧 就是它这里边横向来对比 你会发现它确实在仅从数据上看 谷歌是迄今为止7大巨头中最为便宜的 如果你一定要说便宜和贵 那我们这样对比它是最便宜的 那么它也是7巨头里边唯一的一个交易价格 低于标普市盈率的公司 那么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它的整个的预期的年符合率增长率的一个增长 你会发现就是营收的增长 还有对于EPS的增长一直截止到2025年 谷歌到2025年的预期营收的符合年增长率是排名在倒数第三 倒数第三是11.2% 但它却是标普指数的5.3的两倍多 如果我们拿它去和苹果来做个对比 你看苹果未来到2025年的符合增长率只有4.1% EPS符合增长率只有6.6% 它甚至比标普还低 但它的交易价格却非常的高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的市场的一个交易的 有时候一个错配 当然这种错配不会永远发生 因为历史还跟钟摆一样 它会来来回回不断的摆动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去更多的看好谷歌 然后苹果一直是我的持仓股 但是一直在等待 也没有给大家更新我的加仓的位置 就是因为我觉得实在是这个地方 我咬不下这口苹果 那么从市价上来看 投资谷歌肯定是要比投资苹果的性价比 从当前来讲稍微高一些 所以我个人还是会在谷歌上多做文章 而且我相信它有会均值回归的一天 包括你看现在在分析师的评级上 谷歌的整个的分析师的评级 买入评级是80% 然后20%是中性没有卖出评级 苹果这边是58%的买入评级 30%的中性和12%的卖出评级 但是从未来12个月的潜在的上升潜力上来看 在这张图表上你会发现 对于分析师对于整个谷歌的看法 还是更加积极的 就最后一列能够有22%的增长潜力 但它这个是从目标价的角度去考虑的 但是目标价这个东西我讲过 大家不要去看它的目标价 分析师的目标价是没有意义的 一点用都没有好吧 就我个人认为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当成一个参考 我们更多的是看它的横向对比数据 所以我相信谷歌这边还是有潜在的 我们叫做均值回归的一个潜力 就和我之前投台积电一样对吧 谷歌是我的13股台积电也是 台积电其实最近长得不错 今天跌了但等会会讲到它 所以谷歌这边我预计还是会去加大 对它的投入 但是最近的走势稍微可惜了一点点 就是没有到达我要加仓的124到127 然后在129到133就暂时性的止跌 但这个止跌我并不认为是一个完完全全 马上就可以掉头向上的架势 目前还是一个震荡格局 震荡格局136 141这个地方过不去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往前看的 下方129133过不去 就在这里边来回去摆 来回像中摆一样来回去摆 走这个小震荡 那么上方的点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更新 之前写的是146到149 145到149 现在是142下降了一些 它的压力往下走了一些 这个地方只要突破之后 就看前高 前高新高 这就是它一个大的走势 它的前高新高 那往上走的话 空间就比较大了 所以谷歌这边我继续等待 暂时没有提高我的买入价位 我认为这个地方还是有机会能买得到的 124到127 好 然后来讲一下关于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是暴跌5% 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它的这个消息面的情况 台积电这边是因为考虑台湾 可能要会对它这个电价进行涨价 最多可能上调电价达到30% 那这个当然是对于成本上来讲 肯定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 所以成本一高 那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就会下降 所以它今天股升股价是一下跌了5% 这个可再从单日来讲的话 跌的还是不少 因为在上个交易日跌了1.9 今天跌了5% 两天跌了7%接近 那么现在大家经常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随着人工智能还有电动车的 现在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个大家对于电力的需求 似乎是持续的加大 缺电似乎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最近看到各种各样的场合 都在谈缺电这个话题 国际能源署IEA之前也说 未来的三年全球的电力需求会加速增长 从现在起到2026年 电力需求平均每一年会增长3.4% 到2025年人工智能业务在全球数据中心 用电量的占比会从2%猛增到10% 另外还说到像什么新兴经济体 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和数据中心蓬勃发展的推动 从现在起到2026年 刚才说平均每一年会增长3.4% 那么电力的需求增长带来的什么呢 带来的就是短缺或者说带来可能电力的涨价 其实马斯克在最近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他说未来的两年 那么市场有一个趋势就是 从之前的缺硅就是缺芯片变成什么呢 变成缺电 这个有可能会阻碍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他看起来 电力的短缺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就像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会阻碍 就像科技行业还有汽车行业一样 对吧 缺芯片 当然供应不上 那个时候其实就无法交付 不过如果缺电的事情是真的发生 首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 电价可能会上涨 不光是台积电 可能居民用电也会涨 有些行业倒是存在一些投资的机会的 比如储能 电力的储能 特斯拉其实他也有储能 他为什么涨呢 其实也是受到一点这种所谓利好的小刺激 第二个就是什么 还有电力设备的供应商 比如做什么BR7的 对吧 比如说做什么电力设备的等等 还有就是最直接的 就是在公共事业公司中的相关的电力公司 那么在美国市场有一个专门的板块 是公共事业的板块 是一个大板块之一 那么这个公共事业板块的价格 我之前和大家曾经做过追踪 之前他曾经有一次上公过65.5到67.5 这个位置一旦突破之后 它是一个关键的上行突破 整个的结构完全走强 他就会走一个大上行机会 上一次走到这儿 为什么又掉下来了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正好是这个市场 对于美联储降息的压注 开始在往后退 从之前的六次五次 一直退到后面的三次四次 所以他本身跟两个一个是跟需求 一个是跟利率周期对吧 对于公共事业和建产信托来讲 他们都是需要 这种重资产的行业来讲 都是需要比较好的现金周转的 因为融资的利率越来越高以后 他们的成本压力很大 所以没办法短期再去借更多的钱 所以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那么利率一旦下来的更快 对他肯定是个好事 当然另一方面就是电价涨的越高 他肯定也是好事 所以现在他的价格 又再次的存在着上攻突破的机会 65.5到67.5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注意一下这个位置 一旦突破之后 那么他上方只剩下一个中等压力 68.4到69.8 当然只要突破这个地方 就进入了完全的上行结构 这个地方突破也是迟早的事情 他就会直接上去看前高看新高 那他就走出了一个大上行了 公共失业的相关的股票 相关的一些个股 可能也会存在这样的机会 当然我这里没有谈个股 因为个股的情况基本面不同 我这里还是用ETF来做解释 大家自行去跟踪个股 好吧 好 我认为这是存在潜在的 和电力相关的一些行业的机会 好 刚才说到的TSM没有讲完 我把TSM一口气给大家讲完 台积电这边 刚刚谈到了今天大跌5%之后 后面到底有没有上车机会 我个人认为这个地方 113到121是绝佳的上车机会 绝佳的上车机会 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跌到这 因为上方现在还有两个小支撑在这等着 他把小支撑要是磨磨磨 筹码交易的足够多 回头横的时间足够长 他跌不下去了 又变成一个强支撑了 那也没办法 但是我们还是前瞻一下 如果有113到121的机会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长线机会 基于下个财年的前瞻固执情况的下限 下个财年 下个财年是119 那么我认为 如果不出非常大的黑铁鹅鹅意外 台积电想跌破113 相当的困难 概率非常非常的低 好吧 这是我对于台积电的一个看法 目前台积电的 我的持仓是8% 成本是98块7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不错的浮印状态 好 然后再说另外一支股票 Meta Meta今天是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利空消息的影响 大跌了4.42% 那么之前讲过的关键位置在今天看起来 又拍上用场了 我之前认为还讲的 认为讲的太早 没有想到很快移不到位 直接到这了 483块钱了已经去到了 这个地方我再次提醒一下 Meta看什么 看有没有顶就看453块钱 跌破以后注顶 注顶以后直接下看402级下方 那么它的跌幅就会有超过10%之多 超过10%之多 这个就是对于Meta的一个看法 做一个简单的提示 好吧 从估值上来讲 现在其实Meta整体上的估值还是可以的 走的就是一个中间位置 所以往下摆动摆动也没问题 对吧 往上走一走去到什么500多也没问题 属于这种在合理范围内的摆动的情况 如果你觉得高位30多倍太高了 你可以看它的中位做中位做参考 它会相对来讲比较的保守一点 比较的没那么激进 好然后大盘这边 我今天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 因为大盘最近走的实在是太稳妥了 也没什么关键位置 离的还比较远 更多的还是说个股 顺带我还是说一下 关于AMD和英伟达 这两只股票今天也跌了 AMD这边是4.34的跌幅 之前也给过位置暂时没有变 但是现在你要去关注了 因为198-202是最近的支撑 今天跌到了198了 那看到没有已经跌到198了 已经暂时性的下跌的变得更加的慢了 但是不代表不会跌破 因为都是小支撑而已 然后下方是175-184 最关键的是162块钱 这个地方不能跌破 这个地方跌破之后 那就多了 就跌到151至下方了 那就属于一个严重破位了 好吧 上方这些地方属于酱油行情 酱油行情或者波段行情 你自己去跟就可以了 没有出什么大的意外 因为现在还在上行结构里边 你也不能指望它天天涨 你偶尔回调回调是很正常的 所以MD这么个情况 英伟达这边的情况也是一样 上个星期也跟他讲过 本星期有比较大的波动 预计还有矩阵 那么今天的一天跌了2% 同样843块钱是他最近的小支撑 下方775-804是他另外一个小小的支撑 关键位置看662块钱 这个地方一旦跌破 那么这波炒作彻底结束 但是能不能跌破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把这个东西前瞻告诉大家 大家需要去跟 没有跌破之前都是什么 都是你回踩上车去买入的机会 跌破之后你要知道别人跑了 你要是做波段的你也要跟着跑 好吧 不然的话你就得花时间去熬 你要说看长线也可以没问题 但是因为我跟大家讲过的 他在25年1月就是25年这个财年 他的增速能达到79% 但是到下一个财年 他的增速只有10%了 一口气就下来只有10%了 这个就非常符合咱们之前一直谈的 24年是人工智能投资支出 非常大的一个年份 大家都在跑马圈地使劲的要产品 但是由于基数变大 到了2025年大家的投入 开始会变慢一点 相对增速会变慢一点 就导致后面的价格和英伟达的增速 市场预期也比较低 好 这个就是一些关键的个股 和点位的一些提醒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好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不断的点赞评论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在新的一周 继续帮忙多多点赞 那今天节目到这儿 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